s 啊s 的话他有两个含义啊 他跟第一个跟海相关哈 就跟海相关 第二个的话他跟这个曲线相关哈就曲线 啊曲线跟海相关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讲一下 我们这海叫c 对吧啊 c 啊我们这还有一个叫ocean啊 啊我选这个单子叫羊的意思啊 羊啊为什么呢 大家把这个啊cea把它取出来啊 我们知道cea就是sea 啊因为羊比海大 羊是大于海的哈 所以c叫海的意思啊 那ocean叫羊的意思啊 其实我羊跟海是不一样的 羊要更大一点啊 那海里面有什么有salt叫盐 海里面是不是有盐啊 啊海可以干嘛可以航行啊啊 叫cell叫航行的意思可以航行啊 那海边有什么有sana要有沙子对吧啊 对吧然后呢有个单子叫sup sup叫汤的意思啊啊汤 其实汤里面就有盐对吧啊 也有也有那个呃其他对应对吧 就汤啊就跟水相关嘛啊 然后我们喝汤的时候要小口的喝 因为汤比较烫一点啊 所以汤是不是这样写啊 啊汤就比较烫啊 所以要小口喝叫seep啊 就叫做啊这不是晚安啊 这也写说不是晚安 这晚餐对吧啊 晚餐不是晚安啊 叫sup叫晚安啊 晚餐晚餐的话就喝些汤汤水水的就可以啊 养一养生啊养生这个就可以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啊啊 我们知道还有个单子叫sup sup是什么意思啊 叫做海岸的意思啊 岸边那个岸啊 是不是也是s啊s 然后呃在岸边干嘛 可以分享东西叫share啊 这样啊分享东西 大家知道以前比如说交通不方便的时候 主要靠什么就是海啊就是 海洋那边的话就是相对比较逃走一些对吧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就可以分享东西啊 叫share so叫海洋的啊 海岸的意思 岸边那个岸啊 其他就根本就不知道 嗯 岸跟这个分享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岸 这如果是岸的话 这边是海洋 海水 这边就是一个陆陆地 啊陆地啊 其实那个岸就是把海洋跟陆地分开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就啊 我们说分享分享 什么叫分享不就把你的对给我啊 我的对给你就分开的一个东西啊 啊分开他有这样的含义啊 好的啊这个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 嗯 我说海啊和海相关的啊 但他还可以衍生对吧 我们就没有讲那么多 而且我们说这个有有个单词叫做 啊 Cellery啊就这个单词 因为有盐对吧 盐的话就可以以前的话拿盐当那个薪水啊 就钱的意思啊就叫薪水 啊薪水叫Cellery啊 像薪水啊有这个词啊 好的 我们看他跟曲线有关系啊 这个我们讲一下啊 跟曲线相关啊 我们用简单的讲一下 有个单词叫the啊 the的话他去查的时候 可能一般的词例还查不到 他叫神的意思啊 神啊 他叫耶和华的意思啊 耶和华啊 叫耶和华啊 神有一天比较无聊 用就按照他自己的一个样子 他照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说的 抄下来叫he 啊 所以这个人叫亚当对吧啊 亚当啊 所以adam adam就a就是第一的意思 第一个男人对吧啊 第一个男人叫he 啊he就亚当啊 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啊 照了一个人 所以他不拥有神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他只抄he叫he啊 然后有一天他 神就趁着亚当啊 睡觉的时候 用他的一根肋骨 灭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he 就是我们说的叫夏娃 啊eve啊 这是夏娃的英文名啊 就是he啊 对吧 所以这个r是什么意思啊 r就是指啊 弯曲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他就是我们说 弯弯曲曲的东西 所以这个单词 我们加的单词叫rever rever叫肋骨的意思啊 啊肋骨对吧 所以他有弯弯曲曲 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啊 这个跟这个s是有有关系的 老师那r怎么跟s是有关系 因为我们叫这个her her的话是一个啊 我们叫女的她 所以女的她可以叫she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s的话就表示一个叫曲线啊 就这样来的啊曲线啊 所以呢 女子的这个曲线的话 就出现一个单词叫ship 啊这叫做吧 就塑形那个塑啊 塑形啊 其实塑形是因意思啊 叫ship叫塑形啊 叫做那个体型啊 塑形啊 有这个词 然后这个单词可以变啊 叫sharp 比较尖的意思啊 叫尖啊 这就叫鲨鱼的啊 就鲨鱼叫shark啊 对吧 叫shark叫鲨鱼 这个shark叫做 也也是比较尖的一个东西啊 也比较尖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集聚的什么东西啊 集聚的啊 也有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是一个牌子啊 叫做shark对吧 啊 shark啊 就来叫shark啊 就比较尖啊 集聚的怎么样啊 也是比较尖的意思啊 这个叫鲨鱼啊 叫鲨鱼啊 鲨鱼啊 鲨鱼啊 其实就讲来的啊 相对比较简单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啊 弯弯曲曲的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跟蛇有关系啊 啊 蛇是不是也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s对吧 啊